都走过了 我们现在先一起同心末导 阿们 然后这些圣证明呢 继续我们来学习圣经史地 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呢 在整个历史当中 你到当地去 就是你要熟悉这些历史 否则你去那边那阵读的 其实到那边去 每一个人都是学很多 但是也学得很苦 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事情有读过 就比较没有问题 像我今年11月要去这一团呢 我就开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聊天室 我们平板聊天室 因为我平板不用 我手机不喜欢用平板 是另外一个平板很大的 我聊天室 所以要去的人 或是去过的人都可以进来 就一进来几个学院 一进来的53个 就挤在一个聊天室 就是每一天 我就从去的行程 播几张照片 上面再写说明 他们就每天要读 正好要来之前 总共读了53次 53个讲完了 他每一个都要读 读了之后呢 你就在上面发问题 大力大车都不用进去 你要丢什么资料给我都不能丢进来 我说这个只是一个神学课程 这是一个Cemina 你其他的大力大车 什么资料 什么报告 什么看什么都丢进来的 全部都排除掉 就把他封锁掉了 所以53位呢 他们必须读这53课 读了之后 整理之后呢 就整理成文章丢在上面 往后哪一个人要再看 你就去文章那边看 那一个节面帮我整理好的 所以都是必须先有一些了解 那过去都是先开一个讲席会 很简单的 我曾经开过三天的讲席会 也曾经开过一天的讲席会 就是要去的人 那像我们这种讲法在这边大家学习之后 不管你去 我刚才讲一句话 你不去以色列地也可以进天国 对不对 我们老前辈没有去也是进天国 这也是真的 因为你要去要有一个兴趣 真的也是不是很 说难不是很难 说简单不是很简单 为什么说不难呢 有些同工 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们都没有这个经位可以去 我说你一个月可以存五千块吧 台币 他说可以啊 我说你可以存五千块 一年就存多少了 第二万多块了 两年就可以去了 你每天呢 就少喝一杯咖啡 就少吃一块面包 稍微饿一点肚子 还可以减胖 很有帮助 就可以去了 所以你可以三年五年要计划 要计划 当然不是说你今天要去就可以去 为什么 我们曾经我们这边的团 曾经要出发之前 大概一个礼拜 像十天的时候 突然间以色列国这边砰一下爆炸案 结果就不敢去了 当时我们就把这个 这边跟圣军团停下来了 我就交代河川 你不要停下来 我帮你处理看看 因为整个办的过程都是把他办的 在台湾办的 从那边到新加坡 再来到这边再过去 结果呢 有人就把他停掉了 不去了 一撤走之后 三天之前 马上又开放了 非常可惜 去不成 所以要去那边 真的是要祷告 我曾经到那边去了 一到埃及了 已经在开了博物馆 在那个金字塔那边看 参观的时候 突然间 我们那个董事长跟我去 他说想跟我去看看我们怎么带团 因为他本身是去过 但是带团方式他不知道 都是他的属下在带的 他跟我去 去那边接到电话说完蛋 以色列国怎么样 罢工 不能进去 怎么办呢 一罢工 我这十几万块的台币全部报销了 只留到埃及就不能再进去了 也不能在那边等 我就跟团人说就要祷告 一祷告之后 突然间他想他说 你等一下 你今天帮我带团 我说我不会带团啦 怎么去跟埃及人沟通呢 他说你就跟我带今天的团 我说带他什么时候 他说带到下午五点 所以早上呢 我就从九点开始跟他接团了 他就消失了 就丢给我的 我紧张的要命 那当地埃及的那个导游呢 我的英文很破 他呢 英文也是很破 两个沟通都是破英文在沟通的 还好呢 英文看过一些资料 所以他讲什么不管他 就讲我的就对了 这个多高 这个多大 这什么时候的 这空前几年盖的 我就开始讲 我那导游听我这讲 你高兴他拼命的讲 我也拼命的讲 鸡同鸭讲嘛 一直到三年多 他电话来了 打给我们那个导游 叫我接电话 说怎么样 他说我在什么地方等你 我们就把团单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之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半个小时之内 签不上洗手间 我说干什么 进以色列地区 我说你怎么 不是罢工吗 他说 我打电话 打到台湾的 以色列国文化办事处 找处长 那处长说什么事情 他们都用英文沟通了 他说呢 你跟我找那个 你们这个外交师师长 马奥先生 他就跟他转过去 他问他说 你是哪个单位 他说加利英文 他们早期都是跟 这个公司接洽的 在台湾是这个公司最早的 也是我们跟他接洽最早的 他就打电话给他 他接到马奥先生 马奥先生 你们的神学院的教主任 被关在外面 他说我们神学院教主任是哪一位 他说陈圣全 因为他到我们那边 演讲两次嘛 包括我刚刚就讲到 我们那边去演讲嘛 为什么他去 全我们都 我们没有讲完 他去我们要演讲之前 他就去检查一次 一个礼拜之前 检查完了 他说要到会堂去看 我们带他进会堂 我怕我英文讲的不好 没办法跟他沟通 我就请去一次 已经去那秋文清之士 我说你英文很强 他以前是在台南机场的 他说你陪我一起走 一走我们就跟他沟通了 他就说 你们会堂怎么没有耶稣像 我说我们没有耶稣像 你们会堂怎么没有十字架 我们没有十字架 其实我们十字架就放在干空中的 他没有看到 他说你们这个会堂 是我们犹太会堂 我说真的吗 我跟他说 不是这样而已 我们中斩在那边吃饭好不好 他说不行 我说可以 我们不吃血的 我们绝对不吃血 他说你也不吃血 这个就是我们犹太会堂 我们不要来这边传道了 我们的教会的模型 完全是跟他们犹太会堂一样 只是他在我们放椅子 在做崇拜 我们守时要见面 我们不吃血 我们不放耶稣像 十字架 我们放在上面 他们也看到 所以他在选我们这个教会 来做演讲 那一次我们请了十桌 中部区 从西罗 一直到苗栗 总共 将近一百个 所有神学院的 院长教主人 我们全部请客 而且当天吃的 都是牛肉 跟羊肉 每个人用的是什么 纸盘子 不准用吃盘 用纸盘他们又不吃了 而且所有的 饮料 都是用纸杯装的 那他们就讲 有些说 这么没有礼貌 我们到这边来 用这个纸盘子 给我们吃 用这个这么简单的瓷器 我们跟他说 很抱歉 你们今天都是犹太人 所以全部用这种东西 他们就明白了 他们才知道我们真书教育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中部 只有台北跟台南 我们没有邀请到 整个台湾界知道说 我们神学院 真书教育 神学院 能够请到他们 他们很亚裔的 所以整个在神学院的 那个声望 我们就在那一次 全部都提升了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 很多著作出来了 很多跟那个 一切有关系的 著作一半一半出来 他们才知道说 我们追上他们 所以有时候 一些动作 一些过程 我们就会感觉到说 是指挥处带领我们的 今天他 不开放了 今天他罢工了 我们就没办法进去 所以要进这个地方 我都交代所有团队 你一定要祷告再祷告 否则的话 你中途就出问题了 就没办法了 这时候给我们一个经验 因此呢 我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这样听过之后 不管你以后不去也没有关系 还是可以进天国的 你要去了 你美国去玩 欧洲去玩 亚洲各地去玩 你可以省几个地方 把那经文留下来 跑这么一趟 为什么 主耶稣从天上来 都要来 这块迦南地了 你还不去吗 除了你不旅游 不喜欢旅游 如果对圣地没有兴趣 那就免谈 无所谓的 所以耶稣来了 他唯一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迦南地 今天呢 我们在世上 你到处去旅游 到处去跑 赚那么多钱 然后呢 用这本生活上 如果你想去旅游 当然可以 但是你宁可 把这个地方 作为你的选择位置 因为你看过之后 我跟你保证 十年你都还在讲 他已经讲了二十几年 还在讲圣地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了 他说是八十几年去了 1997年 你已经去了二十几年 还在讲以色列 他说永远不会忘记 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我们一些 年轻的同工 大家讲到 他们就把相片拿出来看 所以我都要求去的人 你回来 千万不要把你的相片 放在光碟片里面 放在光碟片里面 永远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一定要洗出来 做整本的 如果你要去之后 做整本的 宗教教教室上课的时候 就把那书本拿出来 他甚至不用再拿光碟片 就拿照相机 啪啪啪啪好 就整一套的教材 非常好用 随时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上 其实是帮助我们 任何地方你玩过之后 你像我到很多地方去旅游 我也是去旅游的 像六月我没有开奖七位 我就要上书网去的 去了 去了回来 很多都会忘记 为什么 很多旅游点都一样的设备 很好玩 吃好东西 过去的你就会忘记 我那都是把这张相片出来之后 来看 看西湖 看泰湖 看杭州 看这个上海滩 内滩外滩 这样看 当然这些跟我们圣经 不是很大关系 但至少这些相片 你看了 你才会记得 所以呢 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呢 会交代的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整个 中庄三天把它看完 接下去呢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柏林影 那我们就不用讲了 柏林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 那我们 在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知道的 那这个图像 就在圣诞节当中 很多的那个卡片都印出来 都印出来 就弄得很漂亮的 但是我们没有给大家 放很多的图像给大家 接下来 往 柏林往下走之后 除了西伯仁之外 我们西伯仁没有拍到 因为他才属于 那个犹大山地那边 我们必须在 这个 试回来的时候才看得到 往下走下去呢 他这个就是沙漠的地方 你看这个 这里有个墙 这是一个迦南人的城墙 在这边 这就是 亚拉德 古代迦南人 就这个旷野上 带个城 非常大的城 然后在那边 站在那边 做守卫再往下去 慢慢的往南边走呢 整个南地的南边 就是一个城市 有三个城市 那这三个城市呢 大概就是 形成三角形的 第一个西伯仁 西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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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要讲美国 他就不讲美国 他说华盛顿 一个城市代表 他说雪梨西尼 这样一个代表 像我们那个地方 台北到高雄 其实台北最北吗?不是 高雄最南吗?也不是 台北再往北边还有30公里 高淡水 高雄再往南边下去 还有120公里可以到墾丁 但那个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台北高雄西尼 这个华盛顿 华盛顿DC 一个城市代表 那以色列国在古代呢 常常不讲全国 他讲从蛋到别世巴 我们看一下沙摩尔记上的第三章 这个名词 就代表了整个圣地的地方 看沙摩尔记上 他也在第三章地方 第三章 我们看十九节 三章十九节 三百三十九页 这里说呢 沙摩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从蛋到别世巴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以色列这个土地 我们有机会会介绍 他第一个他叫加南地 第二个他叫叙利亚 第三个应许之地 第四个流南与密之地 第五个有大地 第六个西伯来人之地 第七个从蛋到别世巴 他总共八个九个用词 历史上来称这块土地的时候 他用不同的名称来称 那么这个不同名称来称的时候 你要看他前后文要讲什么东西 他会用这个名词 如果讲到 跟亚伯安的应许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讲到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一讲 就知道这块土地了 如果讲到以色列百姓 要离开埃及 要进到神所去给他们的土地的时候 他就会讲流南与密之地 请问流奶 在矿的这个地方 会流奶是什么奶 怎么不知道呢 为什么会流奶与密啊 有没有这个名称 迦南第二圣说流奶与密之地啊 生命记里面有啊 不给大家翻了 你去看 流奶什么奶 迦南第二圣说流奶有什么奶 牛 再来 羊再来有没有 骆驼 对 山中奶 你看 这个土地能够流出这么多的牛奶 羊奶 骆驼奶 表示什么 神是给他们这个土地好不好呢 好的 可以养很多的牲畜 牛羊 蜜 什么是蜜 蜜你们吃了没啊 你们吃过蜜啊 什么蜜呢 蜂蜜 对不对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蜜蜂的蜜 叫做蜂蜜 一种是找蜜的蜜 就是你看那个 画那个沙漠的时候画个山角形 一只骆驼 旁边长了一个好高的树 那个树有雄性跟雌性的 你去那边很多 雄性雌性的 雄性的 留的比较少 雌性的留的很多 它每年 就会长什么 一年当中 大概三次到四次 会长出那种蜜蜜出来 种子 好像我们说的蜜蜂一样 就一个一个很大 一坨一坨的 那这个呢 有的可以吃 有的不可以吃 一般都会吃这种东西 叫做蜜蜜 我们这边 可能 我不晓得有没有 在我们那边 那个Costco 那个专门大卖场的时候 就在四月到五月 犹太人的宅戒月 你们知道犹太人宅戒月吗 他们就是整个月当中 他们就白天不能吃饭 饿肚子到晚上才可以吃东西 宅戒 那这个时期呢 就有很多的找蜜 卖出来 摩洛哥 摩洛哥 我们台湾是从摩洛哥那边买的 买过来 那我刚刚讲说那个圣地 我现在算想到了 第一个 第三圣地就是摩洛哥 摩洛哥 回教的圣殿当中 第一个就是麦加 第二个耶路上 第三个就是摩洛哥 很大的会堂 非常出名的 那他们呢 在中东这个地方呢 约旦 以色列 叙利亚 尼巴仁 那这个着蜜 那这个着蜜做什么 这个着蜜是可以取代糖分 所以他们落头上去出去之后 他们都带这种东西 可以用腌的 也可以干的 也可以湿的 也可以生的 都可以带 带了很多 因为这个会帮助他们提议 像我们在这边 我们讲到说 喝咖啡要不要加糖 我说我不能加糖 我说要喝苦咖啡 表示我这个水准高的 我就说对不起 我这个陈圣泉 不喜欢水准高 所以你给我咖啡 跟我加一点糖吧 那加糖就不好 加糖就变成味道 没有关系 好喝就好 所以我不是喝咖啡 我们有糖吗 对不对 测糖吗 对不对 北方没有测糖 他们用什么 甜菜 一种菜 去做 然后做成糖分出来 加进去 那么在中东这个地方 也没有甘蔗 也没有甜菜 吃什么 神最公平 就给他们找蜜 很会生 一棵树呢 可以长上几百公斤的枣蜜 长年都在生 所以你到那边去 他们以前都是给 那个枣蜜呢 就是一挂在那边 我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从那个北边要下到IT的时候 在那边走 沿途到一个101站的时候 一停下来 一停下来 那我那次我第三次去的 哇一看 我说这里有枣蜜 都在上面 他们说怎么办 拿那旁边的石头跟木头 丢打打 他说我们会不会被骂 我说绝对不会被骂的 你就打了 他们打下去就开始吃了 很好吃 然后他们说 陈正道 为什么你知道 打的不会掉下来 我是那个圣经写的 打下来就是我们的 圣经写啊 对啊 你打了就是你的 那他们收成之后 没有收的 守之后呢 这些东西谁的 孤儿寡妇啊 我们今天在这边 他也不晓得我们是孤儿 也不晓得我们是寡妇 你打吃了就对了啦 吃掉了 就拿来拼命打 吼 掉起来也好多好多 他们在旁边那边 真的在那边看 在那边笑啊 你懂得打这种东西 所以呢 牛奶一命之地 就是第一个 这是牛奶 第二个羊奶 骆驼奶 加上蜜 好 我顺便讲一样东西 这个 沙漠当中的这些游牧民族 他们喝奶吃肉 可是就出一个问题了 在会堂讲也没有关系 他们会变不出来的 为什么 少样东西 夜里素 对不对 吃蔬菜啊 你没有吃 我发现我们这边 好像吃蔬菜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进口的 可能是比较贵一点 我们有些年轻人 不喜欢吃蔬菜 那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你不吃蔬菜 就没有选纤维素 我们就当中医的 当医生都知道 多吃蔬菜 多喝水 为什么 你吃了这些东西 知道你不要蔬菜 那你这样排便 才会很顺的 或者的话 一定会便秘的 那么 沙漠的人 他们没有蔬菜 怎么办 为什么 骆驼商 这么喜欢到中国来 买一样东西 茶 有一次我到一家 那个茶行去 那个老板跟我很熟 我不是上去买 是因为我带老人家去买茶 买那个普洱茶 台湾呢 有个人非常流行普洱茶 那老人家说 船到你每次都来 都带我们访问 怎么不带我们去玩一玩呢 走一走呢 我说我不带你们去玩 我会被护车寄过 他说不会啦 你带我没有关系 每次一部车子 就载了七八个人 每个都七八十岁 我说 七八十岁 七八五十六 五百多岁 一部车的急了 将近一千岁 我说好吧 负责人就说 负责人我们带他们去走一走 老人家嘛 天天访问 所以去哪里 那你们不是这样在买茶 怎么不带我们去买茶 买茶啊 买茶啊 我带到台中港去 就找那些熟的 很熟的 我们信徒 我们的船长有时候去那边买茶 我不会去买 我去了 他也认识我 他很坦坦 你教会来的 他说 要做什么 我说你把茶 请这老人家喝 他说你要喝哪几种 我说 你有五样茶都泡 我说 葡萄茶 生的熟的什么什么 泡了 云南葡萄茶给他们喝 老人家就喝 我说你喝完了 你要买哪一种 你自己去买 有整个的 有大片的 黄的也有 什么都有 陀的也有 那突然间 我看到后面一个 一根 棍子这么大 很高的 很像我们在台湾种那个 南花 我这边有没有人种南花 那边的种南花 是在做买卖的 长出来就卖了 我们那边的南花 是糖厂在种的 世界级的 送到河南去 跟英国去 那笔下 那是金牌奖的 你跟他说 老板你这个 这个种南花怎么放在里面 他说 什么种南花的 我说那什么东西 我这个什么行 他已经很大千 全部都排那收茶 我说你茶行 我说茶行就放茶 我说这是什么茶 他说这个是骆驼茶 我说什么叫骆驼茶 他说 从 那个蒙古新疆买回来的 一根 一次买要买两根 为什么 他绑起来 掉在骆驼两边 挂在骆驼旁边 就跟着骆驼对出去了 为什么呢 他们每次要吃牛奶的时候 要煮对不对 几岁的时候要煮 煮的时候 就去找那个茶 怎么样 那根棒子刮 刮 刮那个茶叶 刮进去 然后一起煮 煮了之后怎么样 就一起喝 茶叶是叶绿素 纤维素 吃进去 那他排便才会顺 他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中原地区人在喝茶 泡了茶把茶叶倒掉 哎呦浪费 浪费 把这个天上式的东西 宝费把丢掉 我们喝茶是倒掉 对不对 那个茶叶他们是吃进去 他们真的是吃茶 煮了就吃下去 这个骆驼茶 所以呢 有叫做奶子茶 所以这个 东西交通当中 这个骆驼商队呢 他最喜欢到这边来 一根 我问他说 老板 这一根呢你卖多少钱 我就跟他问你问 那怎么吃呢 他说先来给你吃看看 他泡给我吃 不太好喝 不是很好的茶 不是顶级的 我说你这根多少钱 他说这根呢 台币八万块 你除以三到四四 我们港币两万块 我说你卖这么贵 他说我这个怎么贵 你看 这一棍你看 切成一片一片的多少 你看真的喔 一片一片切成 这么大的一大堆 而且呢他们是吃进去的 他说我要做这种东西多难 你知道吗 一只摘下来 还要晒 还要杀青 然后呢 变成一根棍子 然后两根一起卖 挂在骆驼两边 想一想 也是对 这是两万块港币 一根两万块港币 所以呢 我们在很多的资料都不晓得 这个牛奶与蜜 他们在吃牛奶羊奶 落它来的时候 煮的时候 会茶 会加茶叶 加进去 所以东方茶叶 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因此为什么 茶叶文化会传到西方去 会传到世界各国去 哪一个民族都可以喝 你看 冬天的山上民族泡茶 很热 很冷可以喝 夏天的地方喝茶排汗 沙漠的地方喝茶 他们可以排边 什么都有啊 好笑 都非常有效 所以呢 茶就流行了 蜜就是两种蜜 记起来 蜂蜜还有枣蜜 嗯 沼子的蜜 一颗一颗的 很好吃 非常好吃 甜的 那么慢慢的 我们往南边走之后呢 就来到别寺坝 这个地方就是别寺坝 有没有关系呢 他在纪念什么 纪念 亚伯拉罕 献亚哥 献伊萨 亚伯拉罕 献伊萨 那个导游 张牧师的太太也是一个 也是那边读神学的 西伯拉大学的 他带我两次团之后 要离开跟西古拜的 他是台湾人 在那边 他就问了说 惨到 我这样带你 你有什么遗物没有 我说没有 那后来 他说你有事情 有时候不一样的 觉得怪怪 你要问我好不好 或是好我问一样东西 我说我们有去别寺坝 对不对 他说有 有去别寺坝 我们到这边来了 但到别寺坝 他说有什么问题 他说 那我跟他说 那别寺坝的祭坝错了 他说 别寺坝现在怎么错了 我说 出海基基那边记载 还有立位基那边记载 我没有时间找给大家 那个 祭坝 能不能招过 不可以 不能加工 要用原来的原始叠起来的 他一度啊 对了 对 这不对 他就可以打货了 打成这样 这不对的 这是不正确的 原来 亚伯仁他们主祭坛 是用原来的石头叠的 叠起来的 四只脚 叠起来的 他说不对的 我就问他 好 张老师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亚伯仁献以撒的时候 他在圣经里头记载 主地基座坛 他弄住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圣经毒手 跟他们交往 他们才知道 我们这件书教是有实力的 所以后来在戴团当中 不对我们真诗教 他另眼相看 以前他们就是 真诗教算什么呢 就在某些地方传道理 我说不是 我约翼送给你 我们教会是传到全世界的 到后才知道 我们是传世界级的教会 因为他的教会都跟他们讲 他以前教会神学都跟他们讲 真诗教是小教派 是异端 那个是不值得接触的 是因为他们跟我相处 就是我们的讲 我就问他说 第几座坛 他不知道 我说 亚伯拉罕的诸几座坛 不晓得 但是圣经 从十二章到二十三章 诸了七座坛 而民事把这座坛 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示 到摩利亚山去献祭 那一座坛是第七座 他说啊 我知道了 我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读的是属灵观 我们要了解 这些历史 它的本质 就是有一些属灵的教训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要求神 祷告主耶稣 你给我什么 你帮助我什么 你成全什么事情 很多我们要求的 这没有过分 因为我们是非常软弱 今天我们没有健康 你就要求健康 今天我们没有缺好智慧 学生 你就要求智慧 今天我们要工作 你要祷告 给你机会 这个都是正确的 连这个都不会求的话 那不要当真是教的信徒了 对不对 都要求嘛 可是有时候你要想一想 主耶稣要跟你要什么东西 你求了他六次 求了他那么多次 他就开一句话 我要你什么东西 他可能要的是你的儿子 他可能要的是你的时间 他可能要的是你的奉献 他可能要的是你的恩赐 因为我们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的 这些条件都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事奉当中 你会感觉到出来 哎 我们教会 就会讲啊 我们领外人也不多 我们领先做事情太少了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甚至有 假设有一天 你说我们还在买会堂 那个都是很大的事情 职位都觉得非常大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 但是你想一想 就像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启示 二十二章 说你把你的孩子献给我吧 你做得出来吗 今天我们对我们主委来讲 当然我很同情大家 我们传道人 是整天坐在这边 访问之后 这是坐好 坐了吃饱等着品会的 那不过分 可是主委你 从上班下班之后 你敢来聚会 说不定在座当中 还有人还没吃饭的 你等到聚会完回去你才吃饭 这我们都了解的 我注目台北的时候 去松山去淡水 这都是两个很大的教会 淡水呢 从三百信徒增加到六百多个 那松山呢 突破七百多个 我算是已经稍微老一点传道 就派到那边去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讲过 也跟主委讲过了 我这个人是喜欢大家嘻嘻哈哈的 聊聊天 每次星期聚会完 奇怪 跑光光没有跟我聚会 有没有跟我喝茶 到山西山 我说你们怎么要跟我喝茶 我说你们怎么要跟我喝茶 我心里不得已 就陪我喝茶 喝了两天 星期三星是喝了 到星期四的时候呢 那川岛 我明天就会陪你喝好不好 今天不要喝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还没吃饭 我说你们几个 还没吃饭的举手 都还没吃饭 所以我们那边 有些年轻人就这样 因为下班交通非常不方便 台北人都知道 非常复杂 而且呢 有些人上班跟家 都离得很远 上班家跟教会 那都有距离的 都在搭捷运在那边跑 梦念圈在那边跑的 我们都了解 他还讲说没有吃饭 我想不对的 我不能要求他们吃饭 说好你们回去吃饭 以后不要 星期一到星期四 不要陪我喝茶 他们说星期五 你要陪我喝茶 便只要求我 星期五陪他们喝茶 为什么 他星期五来的时候 他不急着回去 因为星期六休假了 两天的嘛 他就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带到教会来 聚会完 就跟我们一起喝茶 就吃东西 吃饱 吃完 他也吃饱了 回去了 他可以慢一点回家 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说 他们很多是晚上 没有吃饭 就来聚会的 那今天大家这么忙 我们教会胜功 每一个人在做胜功 你第一个 要花你的时间 第二个 你要用你的生命 第三个 你要用你的智慧 恩赐 第四个 甚至要用你的金钱 神给我们很多 就像六个祭坛一样 可是当教会 当主耶稣 要我们某些恩赐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拿得出来 拿不出来 就像耶稣的比喻说 那个买牛的时候 我不能去餐才延喜 我要去试一试我的牛 那刚结婚说 我刚结婚了 那太太需要我帮我看顾她 所以我不能去参加 这个旅游推 那个旅游推 那教会的工作不能做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说 大家一定要 硬邦邦的 要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你要想一想 很多都是我们第七座坛 很难拿出来的 但是你拿出来的 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 就是一个神的工作成全的机会 所以别世法呢 它不但是一个 这个立四月之地 它其实呢 更是一个什么 侍奉奉献的代表 看一下 这个旅游看过 不管它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等地形 往那边走 就是整个南地 南地的旷野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个 石头这边 一个一个就是房间 所以你想一想 当时的亚伯拉兰 住在这个地方 以沙也住在这个地方 两个兄弟还在争这个产业 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啊 你要不要这边埋土地啊 这个土地你要不要住啊 跟我们比起来怎么样 非常干旱 他们 雅各 以沙就是住这个地方 以沙 雅各 亚伯拉兰他们就是住这个地方 这是亚伯拉兰最后终点 亚伯拉兰从乌尔离开之后 一直走 走到别寺坝 就离世了 就长到这个地方 好看这一张 这是一个棚子 我们刚刚后面一个棚子 亚伯拉兰到别寺坝 他呢 坐在棚子下面 哇好炎热喔 整天都没有人来 旷野嘛 突然间眼前一睁开 喔 三个人啊 哇 赶快跑过去啊 难得看到人 从这边经过你知道吗 我曾经到那个山上跑 跑那山上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 一个小村庄里面 就一家人在娶媳妇 我跟一个父子人爬山 走了八九个小时 从庄庄山后这样爬下来 满脸黑兮兮的 他们一看到我们两个村庄 就说 你们哪里人 我说我们的玉里爬过来 他说你们还要多久 我说还要很久 爬多久 我说爬八个小时 赶快来来来 我们这边吃饭 我说你不认识 你怎么叫我吃饭 那没关系啦 我们客人很少啦 我去西游很高兴啦 对不对 人少嘛 看到你就是很喜欢嘛 就请你吃饭 要不然人去正开三个 那三个之后 要不然是你停一停吧 洗洗脚嘛 我帮你们呢 洗个脚 吃个饼吧 结果呢 就交代他的仆人怎么样 不是简单喔 杀了什么 杀了一头牛 请这三个人 这就是他们的房子 从中间隔开 中间是他们的客厅 旁边两间寝室 在旁边孩子的房子 在旁边孩子的房子 那前面就在煮饭 那仆人的就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帐篷 那结果呢 这个天神的事儿跟他说 明年啊 这个时候啊 我要给你生一个孩子 那以撒都在隔壁 一个帐幕隔壁 在那边偷笑 神的是说 撒拉在那边偷笑 撒拉你怎么偷笑 他说没有 我没有偷笑 撒拉 他没有偷笑 所以呢 隔年生一个孩子 他把他取名叫什么 叫以撒 对不对 以撒 以撒的意思是什么 是喜笑 所以呢 你可以讲个题目 从偷笑到喜笑 信心 神赐给撒拉跟亚伯拉 一个孩子 我们看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很重要 你看牧羊人 稍微延长一下 在这两分钟 牧羊人他们一次带的羊 是三千只五千只 那么晚上回来的时候 不但给他们喝水吃草 还要吃盐巴 你看过人家那个羊没有 要进口那个盐巴 给他舔那个盐巴 才会消耗 他们是吃那个草的嘛 那么这么多 这么多羊 要回去之前 一定要先喝水 请问你怎么喝水 一桶一桶打 亚伯拉罕的仆人 到米索波大米 要替他的公子 娶那个小主人 娶一个媳妇 一去到前边的时候 在巴塔娘的时候 哇 看到一口井在那边 哇 一个女儿子在那边 就说你帮我 喂喂这个骆驼好不好 他带几头骆驼 十头骆驼 所以这个传道就讲了 哇 你看 这个拉姐怎么样 很健康 打水倒给骆驼喝 一头一头倒给他喝 哇 讲得很精彩 你在那边一听 对对对 哇 这个拉姐很健康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啦 嗯 不是这样的 他们就 井的 上面 一个滑轮 一个桶子在那边 然后做一条沟很长 坐下 这个是很短的 不管你几头会养 做到非常长 这个牧羊人 他要喂养的时候 他在爬到井上面去 怎么样 打水 噔 水拉起来 倒 倒在哪里 到这个草 他一直倒 一桶一桶 刷刷刷刷刷刷 一直倒 比较轻松 不用一桶一桶倒给羊喝嘛 怎么拿一桶一桶倒给羊喝嘛 你喝一下 你喝一下 他还没 第二桶还没喝 他第一桶又口渴了 怎么喝呢 所以我们不是牧羊羊羊羊羊 不懂这一桶 他们就有养生之道 有这个经营之道 到这个垢上面 一直倒 那羊怎么样 就排成两排 排在旁边 所以水在走的时候 养生在那边填水 你就不用一桶一桶去喂他 懂不懂意思呢 这是他们的技巧 倒 一直倒一倒 所以我们去那边 就看别世巴 这个就蛮有意思的 所以亚伯拉人在别世巴 接待客人 也是个地方 那牧羊这一桶井 我不晓得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井 这个是不是那别世巴之井 圣经所写不晓得 但这一桶井在那边 真的就是可以打水 而且可以倒出来 那水槽很长的 不是做这样而已 他做很长 你是可以一千头两千头 挤在那边喝水 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所以还是很累的 是很累的 你养他多 体力就要花多 这他们帐篷 这是他们的棚子 平常可以在那边休闲 咦? 会不会呢? 这个是 怎么打一下呢? 来看一下 这是耶路撒冷 整个圈经 很长 非常宽 很长 那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把整个中央山地 好不容易把它讲完 因为呢 在整个历史当中 发生在中央山地的历史非常多 从最北边的黑门山 到最南边的这个别四巴 然后接下去就是整个旷野 那明天我们就讲 是非啦 是非的资料比较少一点 我们就把它介绍一下之后 就差不多 整个过程 就差不多剩下的星期 星期六 星期五晚上 跟星期日 剩下我们要把它讲完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末导 谢谢大家